大家好,在这里继续跟大家分享心算技巧 对于初学者来说,两位数的成法心算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但是对于某些特殊的两位数的成法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几类特殊的两位数的成法 首先是11乘以两位数 那这里边有一个技巧叫两边一拉,中间相加 我们看一个例子,比如说11乘23 那我们两边一拉,把2和3拉到两边 中间相加呢,就是把这两个数字相加 2加3等于5,然后填到结果的中央 所以最后的结果呢,就是253 你不需要给它读出来是253 直接就是253,这样速度更快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11乘34,两边一拉,把3和4拉到两边 中间相加,3加4等于7 然后填到数字的中间 所以最后的结果呢,就是374 再看一个例子 11乘45,两边一拉,把4和5呢,拉到两边 中间相加,4加5等于9 填到中间 然后最后的结果呢,就是495 当然我们稍微数量以后呢,就可以不用这个口诀 直接可以写结果 比如说,11乘62,那么直接就写 第一个是6,中间的是6加2等于8 后面这个是2 所以呢,我们可以直接给出这个结果 再来一个例子,11乘54 直接就写594 再来一个,11乘35 所以这是非常快的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讲了,这里边如果出现金位怎么办呢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个金位的例子 比如说,11乘84 那这里边呢,我们就直接写8 然后中间的是8加4,12 然后最后一个呢,是4 那有的朋友可能说了,这个结果并不等于8124呀 是的,因为这两个数相乘肯定不是一个四位数 那这里边呢,我们可以再来一步 就是8加1呢,等于9 构成第一个整数 那么就是924 大家在写这道题的时候 在算这个问题的时候 不要写成这种形式 有的人会这样教 说,把这个8写在最前面 然后呢,12呢,这个1呢,写在上方 然后2写在中间 4写在最后面 这样写的话,也可以 但是呢,这个1呢,就比较小 在你的心算的时候呢 它没有再放在这个中间呢 把1放在中间这个效果更好 这样虽然也能得到924 它没有刚才我们那个方法更好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11乘76 第一步直接就写7136 当然是在脑海里面写 然后第二步呢,直接把7和1相加 等于836 所以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11乘97 直接第一步就是9167 9167 第二步直接911相加1067 这就是乘以两位数的 当然这个11乘两位数乘以三位数也可以 我们看一个乘三位数的 11乘2乘4 那么两边一拉呢 把2和4呢,拉到两边 中间相加的时候 因为这里面有三个数字 所以我们要加两次 2加1呢,等于3 放在中间 1加4呢,等于5 放在3的后边 所以最后的结果呢 是2,3,5,4 其实这个技巧对乘四位数也可以 比如说我们现在11乘2,3,5,4 那现在我们把2和4呢 拉到两边 因为现在这里面有四个数字 所以我们在相加的时候 中间是有三次加法 2加3呢 写在最前面等于5 然后3加5呢 等于8写在中间 然后5加4呢 等于9 再写在8的后面 所以最后的结果呢 是25894 所以这个技巧呢 对于乘两位数乘三位数 乘四位数 甚至乘更高位数 都是可以的 并且也可以进位 也是没有问题的 下面我们来看 另外一类两位数的乘法 这种呢 就是什么特点呢 就是十位相同 各位互补 什么叫十 各位互补什么意思呢 十位相同很容易理解 就是它两个数字一样 各位互补的意思 就是它两个相加等于10 比如说这里面22乘28 那么它的结果呢 是等于616的 我们再看一个 23乘27 它结果等于621 大家看这个各位数啊 各位数2乘8 正好是结果的后两位 16 然后这个各位数 3乘7等于结果的后两位 21 那么这个十位数和我们结果的 这个最高位有什么特点呢 好像不是容易看得出来 再看一个例子啊 34乘36 各位数相乘4乘6呢 等于结果的后两位 那么这里面的这个12 前两位正好实际上是等于 他这个最高位 这个十位乘以他 比他大一的那个数字 就是3乘4 3乘4等于12 这里面2乘3等于6 再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43乘47 那么4乘以他的高一个数字 高一个的数字呢 就是5 4乘5呢 等于20 各位呢 第两位呢 就等于他这个各位相同 所以这个十位相同 各位互补的数呢 我们可以把它总结一个规律 就是他的前两位呢 等于十位乘以 十位大一的数字 后两位呢 等于这个各位相乘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具体的问题 那我们自己来算一算看 54乘56 他现在符合这个特征 十位相同各位互补 那么我们前两位呢 就等于5乘以 比他大一的数字 就是6 5乘6等于30 所以前两位等于30 后两位呢 就等于他各位相乘 等于24 所以结果就等于3024 再看一个 92 98 十位相同 各位互补 那么这里边我们前两位呢 就是等于9乘以10 等于90 后两位呢 等于2乘8 等于16 所以结果等于9016 这就是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最简单的两位数的乘法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